你敢相信在东北一家人里 演牛小伟老婆朱婷婷的演员 曾经在TVB待过 90年代初在邵逸夫的提议下 TVB在广东华南理工大学 开办议员训练班 目的是为了吸收内地人才 一些想来TVB发展的内地人 也不用费劲跑到香港去 除此之外 TVB在广州举办宣美比赛 红教主的夫人 就是这样被招进TVB的 本期的波罗居叨叨就和你聊聊 在TVB受训过的内地女演员都有谁 在粉红女郎中 扮演男人婆的内地演员张言 就是TVB内地训练班的第一期学员 她是陕西西安人 毕业于广州舞蹈学院 那年毕业 她正好赶上了邵逸夫招生 学习一年后 张言顺理成章地进入TVB 第一部剧就在《笑看风云》里 出演了一个小角色 后来又在《生死送》中 演了一个美道极致的女人 《白发魔女传》 她和蔡少芬搭档 像《一号黄亭》 《行事真机档案》 《马场大亨》 这些大热剧张言都有参演 张言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神雕侠侣》里的何元君 连李摸仇都自愧不如 可吸引了这么多角色 张言在TVB总是不温不火 时间长了 她也想家 于是决定回内地发展 但人生往往就是需要等待的过程 张言前脚刚走 李天盛后脚就想中用她 《笑交湖》里人言应语诀 天歌认为非她莫属 张言得到消息后 赶忙往回反 据说连造型她都是好了 一点问题也没有 可惜剧开期日期没几天的时候 张言的签证迟迟下不来 而且还赶上了外出劳无法的改变 内地演员张言就错失了 在TVB一夜爆红的机会 而梁亦玲的出现可为是赶鸭子上架 因为开拍在即选新人已经不允许 必须找到一个实力强 懂得随机应变的老演员 赶紧进组拍戏 于是梁亦玲只能顶着张言的造型上场了 人生不能谈后悔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巧克力是苦是甜 2002年一部粉红女郎 让全国观众记住了那个一心搞钱的男人婆 后来他在主持绕着神舟走的时候 遇到了香港男演员张锦诚 也许是有着共同的人生经历 两个人在2004年步入了婚姻殿堂 张言虽然没有一夜爆红的命 但他有细水长流的韵 他把颜值巅峰留给了TVB 你认为呢 90年代初上一副来广州招演员的思路是对的 因为内地确实美女如云 南来的北网的美的各有千秋 唯一弱像就是粤语讲得不太好 但是进了TVB就没有啃不下的难题 黑龙江女孩李颖就是这个时候加入TVB的 你敢相信 圆月弯刀里的谢小玉 就是东北一家人里的朱婷婷 当年人家在香港还有小张敏的美玉 是不是和一嘴大茶子味的朱婷婷联系不到一起 但这真是一个人 张卫健版西游记里人家还养过嫦娥呢 确实咱大东北养人啊 看把嫦娥的脸都吃成疯的了 之前人说到内地美女哪多好 就是粤语讲得不太溜 尤其是带大茶子味的粤语更不能用啊 于是TVB给李颖找来了一个配音师 就先这么过渡一下吧 可惜李颖不是叶玄 两年了都没改掉口音 合约到期后 她就选择离开TVB 好家伙 回到大东北 李颖终于不用装女神了 婷婷才更适合她嘛 何美田也是TVB从广东体校招回去的 退役体操运动员 本来TVB是想招几个退役体操运动员来TVB当替身 没想到就遇到了何美田 她不仅基本功扎实 关键长得还漂亮 尤其是拍武侠剧 何美田的打戏是最流畅的 不得不说TVB每次来广东招人都能捡到宝 除此之外 邵逸夫四大红颜之一的曹仲 也是内地演员 祖籍浙江 也许是老乡的缘故 邵逸夫对曹仲青睐有加 虽然没演过什么大角色 但六叔天天把她带在身边 还可以随意进入六叔豪宅 在邵逸夫那曹仲学了不少经商经验 可以说名气不大 眼界很宽 2007年她离开TVB去搞餐饮事业 据说和赌王太太良安琪 还合伙开了甜品店 在香港都做成了连锁店 曹仲在商界的地位不容小觑啊 你别看冯晓文演红教主夫人的时候 年龄不小了 但她的美貌绝对不输阿柯 冯晓文当年是广州四大美女之一 这种风情万种的样貌 TVB当然不会放过 去内地跑了好几趟 终于把冯晓文迁入麾下 说起来冯晓文也是地道的内地演员 最开始是在广东宾馆当乐团歌手 1992年在TVB开启了演员人生 那年她25岁 在TVB演的第一部剧叫做《冲天小子》 在TVB出道的那几年 冯晓文其实很受捧 期间还被皇家居张学友郭富城等 众多歌星邀请当MV女主 只可惜她无法在竞争激烈的 TVB花旦中站稳脚跟 最终沦为风情万种的坏女人专业户 尽管角色不讨喜 但冯晓文每次出现 肯定会让观众记忆深刻 她在TVB一共待了11年 2003年完全吸引 在此期间 她一共拍了60多部电视剧 这张脸你肯定不陌生 论长相冯晓文漂亮 但不出众 有女人味 但还没有味道极致 只能说当年的港圈人才极致 排在一线的花旦 颜值不用滤镜都很扛大 除此之外 还有林夏威 正儿八经中系毕业的学生 和陈晓 毛晓彤 张嘉宁都是同学 可能是表哥林峰在TVB 再加上自己从小就是TVB剧迷 林夏威毕业后 义无反顾的来港发展 据林夏威透露 陈晓是TVB的铁杆粉丝 经常会和他讨论剧情 和港剧的拍摄手法 现如今TVB在内地年轻人的心里 早已落寞 但八九十年代 能去那拍戏 确实可以学到很多 内娱学不到的东西 你还知道哪些演员是TVB从内地挖过去的 评论区聊起来关注 按想看TVB的时候就真的找不到了